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制作也包括了直播的工人 让驾车人士吃到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堵车 或者其他交送的资讯 让使用者舒畅的或者很快的就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灵修《出埃及记》27章 我把它取名《灯》、祭坛还有会幕 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27章20到21节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导臣的清感男友拿来给你 使这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会前的漫外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娃面前经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当我们看这个经节的时候 这一章吧27章就是很清楚的很详细的 就形容那制造祭坛 会幕周围的一些的指引 包括了会幕中法规前的漫子 常常点着的灯 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然后我们常常很快的就越过 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些的细节 我们要看到结果 看到大方向 今天的灵修提醒了我们 没有细节就没有大方向 而大方向也是由这些细节组合而成而来的 没有祭坛就没有发祭了 那没有发祭祭祀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如果没有灯祭祀也就不能看到 那圣所里面的摆设 他们也就很难完成 他们所要执行的所谓的责任 那神为什么这么仔细的吩咐 制作会幕的工具 还有圣物里面一些的细节呢 却把他们放在这里 想让我们去经历它呢 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关 我相信差别是在目的和我们的心吧 对神来说每一个工具或者物件 都有它神圣的意义 而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 我们就要从中得到的一些祝福 或者是好处吧 那我相信信仰之路也是如此的 我们等不及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却忘记了神要为我们所达到的目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礼物 我们忘记了那送给我们礼物的人 那很多在信仰里面的细节 其实它也就是我们蒙福之路吧 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给我们的劝勉 就是人的一生的目的不是要去哪里或者做什么 而是在去和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 今天的灵修读起来很闷 但这些细节提醒我们细节的重要 就像我们的forever 每一个环节 不管是知识故事人物 或者从情感的里面 或者想到将来应用 当我们仔细的去反省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 是我们走马看花的里面 看不到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提醒了我们 细节很重要 那神有提醒你吗 让我们仔细的思考 然后把它交托给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再次把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自己交托 在我们繁忙的生活 节拍很快的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耐性 去看细节 但是主啊 今天这些经文提醒了我们 在细节的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蒙福之道 所以再次把弟兄姐妹交托 提醒我们去注意这些细节 然后我们就能够从中里面 去领会 天赋你的心意 所以把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一起交托 便圣灵继续指引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脚步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以慈爱的名求 阿们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下载我们的文档 然后像我所说的 去繁省这些细节 从中正里面 来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明天再见